《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今年6.12不只是早幾天 今天6.14而已 一名27歲的冒業男子 在石門穿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衣服 還有戴著FDNOL的口罩 這個FDNOL 就真是很容易陰到的給它 如果你們 不過我首先其實都不很多人戴口罩 如果不是呢 他們怎知道呢 FDNOL 記住一下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英文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行的嗎 喂 老實講光復國香港時代革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不行 你問我就 好了 在石門港鐵站遊蕩和拒出身份證 被起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煽動罪等三項罪名 好了 今天呢 在西九龍裁判院提堂 國安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 將案件押後到8月7日再訊 今天是6月14日 即是差不多一個半兩個月 好嗎 無色被拒還押 其實對於這些控罪指控呢 其實這些如果我們用過去香港的看法來講呢 這是言論自由一種 根本就不應該告 不可能告 就算真的告 竟然要還押 神經病 即是你起碼都 包括那幾月 這些東西呢 大家看在眼裡 大家看在眼裡 我們看得很清楚 以後就老在不穿這些衣服 為什麼不索性 說這8隻幾次都不可以看 他又不說了 他又不說了 但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聰明就不穿了 不就不戴這些口罩 那你猜 這些壓制到多少呢 這個世界上的事情很有趣 即是我們不要說香港 甚至乎我們不要說 八九年的春夏之交的北京 其實如果大家 即是我們以前經常看到這些歷史 看到一些書 看到一些片子 甚至紀錄片 YouTube 甚至乎你看一下新聞 喂 我告訴你 什麼阿拉伯之春 我告訴你埃及那些 專權國家 我告訴你 什麼東德 什麼羅馬尼亞 喂 只要 一直那個嚴控是這麼強患 這麼大 甚至乎說到 哇 又是 又是 選票 又是100%的 即是薩達姆 你那時候這樣 一夜你不知道 永遠都不知道 即是受壓抑的群眾 他幾吞吞都好 他一突破了那一下 怎樣呢 就來了 所以一定是要疏步 在正常平時的指 就像治水一樣 你就是這樣 我反而很替香港的前途擔心 你繼續這樣的話 好了 前日 紅磡有單命案 就是紅磡大瓦街 一個單位 有個49歲的中年男子運到 後來送到醫院 就發覺死亡了 他說警方在現場發現 少量懷疑的冰毒 OK 初步調查就懷疑 和案有關 好了 同一日 在紅磡地拘捕了另一個 五十四歲姓張的男子 還有呢 為什麼呢 就說他施用藥物以獲得便利作非法的性行為 有這樣的罪 施用藥物獲得便利作非法性行為 都是罪 販毒 急性危險 藥品等等 似乎呢 另外呢 一個五十一歲的 即死者四十九歲 拘捕一個五十四歲姓張 五十一歲姓彭的 據了解呢 死者和這兩個被捕的疑兇呢 就是性援女關係 而且關係維持了兩年了 偶然就會去到這個紅星樓單位 這個紅星樓單位就是姓彭五十一歲的男馬路 舉行這個毒品性愛派對 大玩三批性遊戲等等 這個禮拜一即十日晚上九點 他又去紅星樓玩這個叫做CAMFUN的毒品性愛派對 說又賣名了 CAMFUN即是chemistry的CAMFUN 和這個五十一歲姓彭的一起吃冰毒 然後呢 再拆迷奸水 就是液體搖頭 跟著呢 就和姓彭的搖夜 完事之後 死者在床上面睡覺 這個鵬仔 五十一歲 我叫他鵬仔 以後未盡 就叫了姓張的 即是五十四歲的男子 和另外一個男子上門接力 三個人一樣的原野 再搖夜 到十一日早上 他們起床了 就發覺 咦 你老母做甚麼事 這個四十九歲的死者 姓余呀 嘩 不省人事 呼吸 心跳微弱 兩個小時之後 警方接報到場 救護車將余南宋醫院最終不戰 其實呢 兩個小時後他們發覺 等他醒 還不醒 兩個小時後越來越不對勁 先叫車 他們就不是說 好像之前甚麼上水的病療療師 都未能按鈕 這樣就錯過了黃金搶救期 其實呢 即是我們 不是同性戀 當然覺得噁心 但是同性戀者 他們覺得這是正常的 但是似乎 男同性戀 都是男教一些 男人都是男教一些 男人比女人 女同性戀者 女同性戀者 是不是那麼濫交的呢 我不知道 要研究一下 一般來說 因為其實男人是濫交的女人 一般來說 即使有多開放的女生 其實是沒有男人的濫交 天生的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好了 但是要吃 就是要吃東西才搏東西 這麼奇怪 屌你都為甚麼 你問我 當然我對男人沒有興趣 你問如果有幾條女 跟我一起搞事 我好久要開片 但是我想想吃東西 不想吃東西都夠高興 是吧 這裏打一下Karen 那頭吃鮑魚 都不自己習慣 他們那些是迷幻的 喜歡 好了 這件事呢 今天呢 最初步的時候 我們看片 其實昨晚出的片 都不知道甚麼事 那一定是 因為的士司機 在今時今日的環境 吸一口氣 你都是犯有罪的 你本身做的士司機 就是含家產 現在香港的市面 就是不用說 其他事甚麼都好 做的士老就是含家產 究竟那個月之間 前民後理的判斷 是的 娶大陸婆 就是含家產 不是大陸老 不是大陸婆 很奇怪的 嫁來香港一定是含家產 是娶大陸女人就是含家產 黃絲就是含家產 藍絲就是含家產 一般來講就是這樣 還未知道前民後理 但是今天我看完呢 知道了 那個情況 嗯 我覺得那個的士很可憐 撐到司機 但是他又真是蝕 他又真是蝕 所以做服務會性的行業 是吧 你正常來講呢 真的應該 如果是這樣的事 第一時間 你有沒有這麼冷靜 有時真的很難 譬如說 喂 先生請你不要離開 然後打三條狗那些 喂 好難啊 是吧 好了 講到甚麼呢 昨晚有一條片出來 在油麻地街頭 有一個中年男人 四五十歲左右 混身是血 你真的有很多血 很多是 好了 大家搞清楚 多血不一定是重症的 當然觀感上就很害怕 多血就不一定是重症 尤其是你車被撞到眼角 他很容易流血的那些位置 多血 吵你了 還有另外一個的士 那些小孩駕駛著一個硬墨 就是千斤頂 甚麼是千斤頂呢 通常用來頂起一輛車 用來換屋 那些很厲害的東西 好了 然後呢 那條馬路 你怎麼想看你現在搞成甚麼樣子 整個甚麼 也有些路人 真的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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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虧了 你死硬 你死硬 你動手 你拳頭膠 你怎麼想你納衣 那有很多這樣的評論 不知道甚麼事 我們 但是 你那些的士人 都是納衣 就是見到網民一般是這樣說 因為剛剛現在又說的士禮貌 那樣 但是原來現在發生甚麼事 好了 原來南城客44歲 昨晚在尖沙咀酒吧消遣之後 和加拿分道一名女伴 夾錢搭的士 你一說到這裏我已經受 加拿分道 即是女伴一起喝酒 一起喝酒 夾錢搭的士 夾錢搭車就是吵架 我給你說你不要說我這麼大聲 各位網友或者有些認識我的人 如果你一身人裏面有跟我夾過錢搭車的 立即去出門某言 吵架我 好快點留言 吵架你了好不好 用不用呀搭車 尤其是一男一女 就算你不是混那條女也好 你又不是慢慢去 除非你告訴我 慢慢去 我不覺得 你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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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OK 也不要緊 好了 期間 這個黃藍真的喝大了 其實你昨天看他的影片也有一點點 都還沒什麼 在車上鬧事 不斷地改目的地 初初說去佐敦道 她到一半就說 國安東部 接著她說去佐敦道 你都在玩東西 好了 去到目的地的時候 OK 那女生原來沒有錢的 真的不夠錢夾 好了 姓王這個四十四歲的男人 誒有假的 誒有假的 那個女人 話想知道她 屌你了 走下去 司機呢 不勝其煩妖辣 其實呢 那個時候 那個女生沒有給錢 那個男生有沒有給她那份呢 我也不知道 那個司機就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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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車吧 怕惹到你 喂 給我呢 有時候都會這樣 為何你喝大 又怕你嘔吐了 那些麻糞飯 你阻礙我賺食 誒 屌你了 當我掌冠神 請你下車 誰知道突然間 這個姓王的 嘭啪 屌你不要蓋好司機兩包 送他兩包 送他兩包 真的拎住了嗎 喂 我怕你 大哥 不用你給了 請你下車 不過這樣中兩包 老實說 各位 網友 這個世間上 這個司機七十歲 其實真的衝動了 現在 幸好沒有人命 但你升了兩包 但是你那一刻 真的沒得忍的 你會這麼囂張 是不是 好了 表你老母 司機當然不拒絕 因為他打完他 打完兩包 那個王姓王 打完他兩包才下車 司機呢 深感不奮 就下車追他 追下去的時候 你七十歲 可能必須到四十四歲 打 於是互相推撞 雙雙跌落地 跟著司機呢 就可能呢 在車尾之類 拿到千斤頂射 拿工具 你有沒有 一頂路撥去投保 OK 好了 那麼 其實呢 去到那裡 路撥去投保 就是那段片段的開始了 八三光頭司機 握著懷疑是千斤頂射 雙脈 兩人仍然在爭吻 其間有人不斷爆粗 這個不斷爆粗的人呢 就是姓王那個 乘客 你老母 搞什麼想想現在 是不是還想打 搞什麼想想現在 你打我 就打出來 就說你 你老母 你喝大了 你搭車 惡乃糕糕 你幾十元車 這個夾錢 打出來 好了 路人眾多 就圍觀雙圈 喂 不要啊 你想了去 阿伯 先收聲 你現在沒有用 你拿鞋子打人 這個是事實 你適合也沒有用 因為法例就是這樣 你拿鞋子 你拳頭交 就算了 就算他不適合你 你正在輸 好了 其實那些人是勸交多 說真的 突然間 就是這個時候 這些穿得很麻煩 男乘客無論如何主動 就可以搭肩 要爭拗耳 司機又微笑點頭 其實去到這段時間 不好意思 就這麼大力 可能是這樣 對不起 好了 就似乎想和解 但是 那些圖人就說 喂 屌你了有沒有 報警啊 有人 屌你了沒有 等警察來吧 警察到場 那個男乘客 本來是和解的 突然有情緒激動 屌你怎知道警察 那些人呢 一喝 坐下 他就馬上坐下 聽話 這些其實真的很麻煩 一喝醉 半醉不省這些 最麻煩 還有你加拿雲道去 黎東道 還有左東道這些 7年加錢 其實是多餘的 不是啊 很近的嘛 最初說去 賣賣 最初說去左東道 那時候說廣東道 又是黎東道 但是你其實無論如何 不要說很近 其實是不是想坐車的 你問我 不用搞成這樣啊 那條女兒 她沒有錢 就給她那份啊 不是啊 你說去到廣東道 那些不同的 但是其實左東道 其實她都是那一段 是啊 是啊 那錶跳不跳都成問題 是啊 是啊 你當然是喝酒大了嘛 喝杯酒都不知道價錢啊 是啊 另外呢 這件事呢 有可恨之處 亦都有可憐之處 但最後來說 都是可恨 抵鬧死的 網民的情緒也都很大 是比 紅磡有死的人 更大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元朗車死貓事件 首先要譴責這隻貓 這隻貓 真的死了這隻貓 叫什麼名字 看看 有名字 這隻貓貓呢 叫做好英堅的名字 波尾 是叫波尾 所以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叫波尾 叫你很好的隻貓 你躺在馬路中間 那裡是什麼呢 是一條入村的路來的 入村的路 不是那些大馬路來的 沒有什麼燈的 你躺在中間夜晚 喏 就是我去分析 第一天 你這輛車 它說看不到 我相信它看不到 但其實你沒有理由看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你著得 你有車頭燈的 是 在月黑的地方 你一著車頭燈 其實就沒有理由看不到 它的貓 你起碼應該有鎖車的動作 我不知道它犯不犯 很明顯它是沒有鎖車 就這樣滾過了隻貓 在進去的時候 跟著因為感覺到 咦好像有異物 於是乎 感覺到眼裡 下車 看完 然後 在車上有人說幾句 跟著再上車 這是我們看過一段片的判斷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沒有理由看不到 那隻貓的話 是否有人根本沒有鎖車 因為它的判斷就是 未必一定滾到它 你的車它滾在這裡 這裡有位置 又或者那個人找樹 扭不到一條路窄 它不是很多位去扭 又不行 但我也算了 因為有時候真的看不到 很難說 好 它進去 進去 就發覺 咦 屌尼老尾 它已經被判斷了 進去 挖頭腦 它倒車 不是倒車 就是出回來的時候 這一下子就不能原諒了 再滾多次 再滾多東西 那就可以了 真是很奇怪 我用一個最涼薄的說法 你看到那隻貓 被滾過 就算已經是爛了頭 將飛出來是死了也好 如果正常來講 再出來 我不要說執屍 不要說報警 你都會 扭一扭龐太 它都不會再滾過去 很難怪的 是吧 那警方呢 就上門找車主 車主是何許仁娜 就是這個司機的老婆 這個司機29歲 他說還沒回來 但是他可能 當他回來的時候 老婆和有差人上來找你 他就說 知道不可以走 於是就自首 那他會怎樣罰呢 我跟大家講 我真的不知道 雖然社會的輿論很大反應 你記不記得一件事 在浩警花園 我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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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扔了二十多隻 不是一隻 一隻都不行 都不用受我 那些人 都不用受我 那件事你問我 喂 我不知道你的法例是怎樣 但是你受九個月那些 我也一點都要 好嗎 這件事是怎樣 喂 你真的我不明白 如果你正常 我當你看東西 真是那些東西 大家問心一下 不要道德光環這樣大 你是不是一定會不走 我相信一定會有人不走 兼隔嘗試救這隻貓 但是其實你看到 原來根據這裏說 我不知道第一次 第一還是第二 模懈關 我早負責的民國說 貓貓的頭是爆了 即是老張日列的 好 那第一是否這樣 已經 喏 即是第一是這樣 如果給我 我可能想 那我可能都 不知道找誰 可能我都會揚長而慮 但是 只要我要回 但是我要回頭 原來現在那裏割頭路 我想我一定是會 移開那條貓屍 起碼都這樣 是啊 如果他未死 就直接去報警 希望救了他 車到隻貓 又不是有心 你不可能多滾東西 不是就是 是不是 表車上還有其他人 Anyway 現在現在 現在 你只是交通以外 後不顧而去 我不管這個以外 有沒有人的傷 都好 其實都應該可以受 不顧而去 其實是很嚴重的 這隻貓 我真的要去演習 其實那隻貓 我真的要去演習 其實那隻貓 我一直在想 如果不是很快的車 其實你想撞牠多難 因為牠真的要起床 就走 最重要的 那些貓 那些貓 鑽在車底裡 即是冬天 你不斷搞 就像上次巴士那一輛 那樣 但通常一著車 不是動車 牠就走 聰明的 你看到貓 其實看到 我覺得一定有一看到 都是 是不是有可能快車 那我們回去看第三節 第三節的open令 會長一點 但是一定要看完 OK 那我本來都不想播 但我真的有很多話說 這條片 休息一會